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下面这几个效果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橘色的部分 这橘色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对称效果 假如你需要做的是像刚刚一样的 像之前我们说明过的左右对称效果 像人脸或者是所有有对称造型的物件 那我们就会把对称线打开来 那可以节省你非常多的时间 因为你只要在其中一边做绘制 那另外一边也会有相对应的效果出现 但是如果你希望做的是不对称的造型 这时候我们必须把对称线关掉 不过在这边提醒大家 假如你把对称线关掉之后呢 在造型之后你想要再回到对称的效果 这时候会有一个危机就是 它会强制你左右对称 对称哪一边不一定 那它会帮你把原本不对称的东西 又改成强制对称 所以常常建议大家 如果你在做绘制的过程里面 请先把对称的部位先完成之后 再把对称线关掉 去做不对称的调整 而当你把对称线关掉之后 就不建议再把它打开来 因为它会做出两边的长纸对称 让你的造型变成有点奇怪 接着我们看到其他的这几个 上面的这三个跟下面的这一个都是属于网格的功能 我们看到这个W的符号 W的符号就是显示网格的意思 我们在做3D的时候都是透过网格来做运算 那越是精细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网格的部分 网格的组成越精密 那越是比较平滑或者是比较平坦的部分呢 网格的格数就会比较大 那通常我们在做3D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 网格数越密当然相对的图案更精致 可是它耗的效能就更大 那Scarpetry这个软件呢 有一个小问题就是 当你的物件网格数太多的时候 它会造成闪退的效果 让你的这个物件没有办法继续往下执行 所以通常我们会做出对它进行减面 如果它的网格数太大的话 那减面的功能是这两个 这个是局部减面 当我们选择它之后 滑鼠的画笔呢 一样可以调笔刷的大小 假设我要针对它做减面 针对这个局部做减面的话 我只要在这里做点按 你就会发现它的网格数变少了 但是网格数变少 相对应的它的精细度也会降低 那这个功能呢 S型的这个功能 就是全部减面的意思 你会针对你的这个物件整体做减面 当我压按一次之后 它的整体你会看到网格变大了 隔壁的这个功能 就是增加网格 它会针对每一个三角形 再划分成四个网格 所以当你选择它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网格数变多 那所以我们就必须根据我们的需求来做网格的处理 比方说像这个鼻子的中间如果出现这个比较多的磕痕或凸起 它有点类似Smooth这个功能 比较多的这个纹路的话 我们可以针对它做局部的减面 看起来就不会像这样子凹凸不平 那我们看到这个Mask这个功能 我先把网格关掉 Mask这个功能呢最主要的是针对 如果你希望局部做操作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会使用到Mask这个功能 那Mask这个功能呢 我们要搭配Ctrl键使用 假设我希望我在编辑的时候 在眼睛下面这个区域 我希望它不要任何的反应 这时候我可以按住Ctrl不放 使用滑鼠在我不希望有反应的地方做涂绘 那它的颜色会变深 当它的颜色变深之后 我在做涂绘效果时 假设我把这个笔刷尺寸变大 我的笔刷涵盖到整个物件 那我在做涂绘效果时 你会发现有经过遮罩遮蔽的部分呢 它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那另外呢这个遮罩功能 我们可以做出相反的效果 比方说有遮罩的部分 我希望它有反应 但是其他的部分 希望它没有反应 这时候一样搭配Ctrl按钮 Ctrl按钮呢 将滑鼠移到物件的外面 按住Ctrl不放 点选外部 这时候我们可以选取相反的区域 遮罩相反的区域 那当我使用这个膨胀工具 膨胀笔刷的时候 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 只有在遮罩范围的这个部分呢 它是有效果的 但是其他范围它不会有效果 所以当按住Ctrl 滑鼠在外部点按时 你就可以切换我们的这个 遮罩工具出现的范围 这是属于遮罩工具的部分 是属于遮罩工具的部分